看一下三位嘉宾啊 此刻第二盘又快吃完了 特别好吃 特别 我们不用搁这屏幕 对不对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太气人了 我跟你们是一头的 我也吃不上 但是呢 没有关系 因为还有第三道菜 马上要呈现出来 作为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道 春季养生菜 到底是什么呢 来三位嘉宾 我们先放下筷子 调理一下我们的心情 迎接最后这一道大餐的出现 有请 我们的硬菜 可能是口感最硬的一道菜 小硬菜 真的太硬了 这个 这个醋吧 有醋味是吧 不是特别冲的味道 它不光是这醋味 我觉得春季参加了一种 很刺激的味道 我加了一个最大的 也不过是指度 手指度那么大 闻着是醋味 看着呢 有点像莲子那种感觉 但是呢 又很像毒头蒜 但我长这么大 又没见过这么小的毒头蒜 对呀 那毒头蒜 怎么可能不行 感觉怎么样 闻了一下有点刺激 吃了一下还是有点刺激 它这个呀 个头不大 有一点点像 这个毒头蒜 但是个头着实有点小 不是蒜 又有那么一点点像 你咬开它的平面像洋葱 但我觉得这个有那么一点点像 就是广东吃的最多的 那个叫叫酵头的 酵头 就腌出来酸酸甜甜 有点像那个腊八蒜 而且我觉得它很开胃 就很多人在春天的时候 容易没有食欲 是的 感觉有没有一种通透的感觉 吃完之后 是吧 从这个嘴到鼻子 到整个这个池道 羊气已经升起来了 哎呀喝 我看到了什么 羊气的往上冒了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这是什么 我很好奇 是的 首先是觉得有点像蒜 但是怎么这么小 对 一吃呢 这个口感呢 又有点像葱 有点葱 没感觉是一道大菜 这就是个小菜 其实呢 刚才西伟快说对了 他说了一个东西叫叫酵头 这个东西跟酵头是亲戚 它们都是葱鼠的一个植物 但是呢 又不是一回事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 叫小根蒜 它的学名叫谢白 小根蒜 谢白 他跟叫酵头啊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有什么区别 左边这个就是谢白 他从形状上看呢 谢白是偏圆形的 所以刚才连续加起来一个说圆圆的像一个独头蒜 它是偏圆形 而叫酵头呢 是偏这个霞卵形 也就是偏长偏扁的 这是第一个形状 第二个呢 我们说它从它生长的这种状态来看 这个谢白它是单个生的 而这个酵头呢 它是丛生的 临近丛生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到野外挖这个小根蒜 那么你一挖是一个一个的 但是你要挖酵头 一挖是一把 一丛 这些区别来判断 哪个是谢白 哪个是我们的教头 所以各位 小根蒜是一个俗成 但小根蒜它不是蒜 它是个葱 它是葱鼠的 所以里边刚才说像葱是一层一层的 谢白是正儿八板的一个中药 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是经常使用它 用它来通洋 我们在张仲景这个金贵药略里面 专门有一章节治疗胸臂 这个疼痛的这一章节里面呢 就多次用到了谢白 它的代表方就是刮楼谢白拌下汤 那这个谢白作为春季的养生食材啊 为什么呢 是因为通洋的功效吗 对 就是因为通洋 但是你可能也会问 刚才讲了生洋 后来又要补洋 这个现在我们又要通洋 是吧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通洋 什么时候洋气需要通呢 一般就是堵住了 是吧 什么时候会堵住呢 一个是气质 洋气容易避阻 另一个呢 就是会有 因为这个身体的一些病理产物 比如说 弹湿啦 淤血啦 这些会阻碍洋气的运行 也会避阻洋气 那么洋气一旦避阻 它就会在它避阻的部位呢 出现闷痛 质痛 刺痛 刺痛这些感觉 所以你会看到患者特别喜欢 碰碰碰自己拍资格 有的是拍胸口 喜欢使劲拍 是 然后有时候拍一拍 打几个格 好像还觉得好一些 有的会觉得这个后背啊 或者哪儿 觉得特别的板质 沉重这种感觉 堵得慌 堵得慌 这些都是跟阳气壁阻有关系 我们说阳气要是阻制 在哪个地方阻制的话 会给我们造成最可怕的危害呢 这个呢 我可以直接地告诉大家 阳气壁阻如果在心 心脏这个部位 它是最危险的 因为心煮火 它为君主之关 当这个心阳壁阻不通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 这个心前区的一个闷痛感 刺痛感 很多人还会出现左肩 或者是后背 或者甚至是放射到胳膊 这些部位的一个板质 疼痛 憋气 这些症状 那么我们在古经里面记载呢 叫胸痛撤背 背痛撤胸 就是前后会有这种疼痛 和闷痛的感觉 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 应用一些通阳 还有这个宣臂的一些药物 来帮助心阳的恢复 再追问一下老师 您看 我们总说在这个冬季啊 需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对不对 那为什么在春天 也要这么在意 新的这个阳气 是不是够通畅呢 是这样 其实呢 在春天 尤其是早春 这个时段呢 中老年人的 他的这个心血管 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这是因为在早春呢 这个气候温差大 尤其是早晚会比较凉 很多人比如说穿衣不慎呢 就会着凉 那么给心血管呢 就增加了负担 同时呢 因为这个阶段 很容易感冒 感冒引起肺炎 这些也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春天 尤其是早春这个时段呢 特别要注意一下 心血管的健康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 我一个患者呢 今年55岁 那么他呢 就是本身呢 就心脏不好 血压呢偏高 那么在春天的时候 就是在上周 他来到了我的门诊 跟我讲说 我一直控制这个血压 什么的还挺好的 怎么最近我血压出现波动呢 每天到了下午 四五点钟的时候 血压就上去了 而且带动了头痛 而且呢心慌 心前去也觉得非常的闷痛 他说我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的药什么都没有变 我说这个是跟季节有关系的 我们其实用一些重要的小方子 稍微调理调理 就能又给他稳定下来 因为这个老年人 他本身有一定的基础性疾病 同时呢 就是受这个自我调节能力差 受这个气候的影响 相对就比我们年轻人 要更明显一些 所以我们在这儿特别提醒 如果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们 那么春天呢 还是要多加小心一些 您说咱借这个血白 是用它那种通透的效果通扬 能不能这么理解 那些凡是我们吃的可能比较冲的 像比如说葱啊 葱 蒜啊 对 是包括芥末 只要能够让我感觉很通透的 都能够通扬的 是这个意思吗 这几个这个食材 还真都有通扬的作用 对 尤其是葱白 葱白的这部分 蒜了 还有这个这个蟹白 它们都是非常辛辣 而且行气通扬 走窜的力量很强 它们怎么吃比较好 生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吗 生吃当然可以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受不了 这个辛辣冲的这个味道 是 那么像蟹白呢 很多人把它用来炒鸡蛋 炒鸡蛋也很好吃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呢 是一个小菜 是吧 是一个小泡菜 可以作为左舟的一个家品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看一看这道菜怎么制作呢 其实这个泡菜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非常干净的玻璃皮 然后呢准备这个蟹白 蟹白呢我们一般要包皮 但是这个皮呢不要包到全暴露 就是留一层那个最里边那个嫩的那个小膜 然后呢用水泡一泡 泡一泡可以有助于它的口感的爽脆 然后呢给它控干水分 然后我们准备米醋 白糖 还有盐就够了 那么米醋呢我们可糖的比例一般是2比1 那么可以把这个糖盐醋呢放在一起煮开 然后晾凉 倒到这个罐子里面 然后把这个小根蒜 也就是我们的蟹白呢放进去 腌制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大概10到20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吃了 对一吃就感觉哎呀我的阳气通畅了 对整个人通透了 可以迎接春天的美好的鲜花 还有春风了哈 对可以看春风10里了